男人为了获得极限速度 打开盒子 从里面拿出个二踢脚 用强力胶粘到小摩托上 而且一边一个 接着滑着火柴 点燃引线 顿时二踢脚里喷出一团火焰 摩托车速度越来越快 竟然达到了164千米每小时 正当他得意时 一团光突然闪过 速度直接爆表 他有点受不了了 将报纸上的天气改成了雷震雨 下一秒 空中就出现一道闪电 他把金属杆子放到地上吸引闪电 再戴上绝缘手套 没想到闪电真被引了过来 他急忙抓住闪电 可闪电不停地挣扎 想要逃走 他对着电线杆抽了两下 然后扔到地上用脚踩 这才将闪电驯服 把它装到了杯子里 随后放到摩托车上当作动力中心 这还没完 又点燃了二踢脚 一个加速后 摩托车刷刷地往前跑 速度越来越快 空间都有些不稳了 经过测速排时 速度高达480千米每小时 这时白光一闪 又过去一个不明飞行物 还把裤子吹掉了 他发誓一定要追上那人 于是来到秘密基地 用老虎钱剪断铁丝网 翻过墙头 趁保镖不注意 偷偷溜到身后 将保镖打晕过去 然后抢过弓牌 打开了门禁卡 在秘密基地一顿寻找 终于找到了秘密武器 柱子上正放着一枚核弹头 他刚拿起来 就亮起了红色警报 见此情形 他转身就跑 一溜烟来到马路上 正考虑放在哪里时 核弹头竟然自己 飞到了车把上 他点燃二提脚 一个加速冲了出去 在闪电跟核弹头的 双重动力作用下 速度越来越快 竟然让时间静止了 可他还不满足 一脚由门踩到底 速度再次飙升 直接超越了光速 他竟然看到了 刚才的自己 一次又一次 原来刚才的不明飞行物 竟然是拥有 极限速度后的自己 突然二提脚飞了出去 闪电逃跑了 核弹头也凭空不见了 没了动力的加持 他哭斥一下摔到了草丛里 定睛一看 那不是早上 骑电车的自己吗 这可把他吓坏了 急忙朝远处跑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这是个落智的时代 2加2等于几 男人伸出十根手指头 无论怎么笔划 都算不出来 无奈之下 又掏出了算盘 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他根本不会用 一通乱拨下 竟然让他蒙对了 可第二提非常难 三减一等于几 这可是八年级的提 确实有点超纲 他一点思路都没有 打开抽屉一看 里面有个计算器 你以为他要按吗 不对 随后又拿出两个 数了数正好三个 紧接着拿起锤子 哭吃就是以下 就剩俩好的了 思路这么清晰 我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和关注 第三提是 四成二等于几 这玩意儿连大学生都不会 他彻底抓瞎了 拉开抽屉 拿出几个玻璃球 数了下正好四个 随后拿起一面镜子 里面还有四个 赶紧把手凑了过去 把玻璃球倒了出来 数了下正好八个 他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可刚放下笔 镜子就不停地颤抖 拿起来一看 里面的手手心朝上 还指了指玻璃球 他这才明白什么意思 急忙拿起球 全部送了回去 里面的手把球放到桌子后 在纸上写了个八 还竖了个大拇指 最后一道提示 五除一零等一几 这提连爱因斯坦都不会 他哪里知道 笔刚按到纸上 就射出一道金光 他急忙攥住手腕 紧接着又射出万道光芒 笔不停地颤抖 半天后 上面就出现一个图案 还在不停地变来变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答案是多少吗 男人挥了挥手 便便就跳了起来 一步步朝厕所走去 一个纵身跳进马桶里 这是怎么回事 吓得他赶紧找出 82年的茅台压压惊 可一不小心 把酒瓶碰倒 酒洒到池子里 维斯基 回到酒瓶里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看来自己没有超能力 随后无意间挥了挥手 下一秒 酒真的回到瓶子里了 原来说出愿望后 挥挥手才有效 这瓶酒是不能喝了 然后说 自己换成一瓶新的酒 酒瓶蹦蹦跳跳 下了楼梯 来到酒馆前 他直接打碎玻璃 跳了进去 这时报警器响了起来 还是逃命要紧 附近的FBI听到声音 迅速赶来抓住了他 让我在家和Dennis 一起吃晚饭 结果 吃的那就一个香 原来早上去学校时 不小心被汽车碰倒 这时一道绿色能量 正好射中手心 疼得他不断甩手 车主就爽歪歪的摇晃起来 来到学校后 看到教室里打闹的学生 无奈的看起了报纸 中午去食堂吃饭时 随口发了句牢骚 我会让外星飞船 炸掉10C班 只听轰隆一声 大壮急忙跑到教室 打开门一看 教室被炸得面目全非 回到家后 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这才知道 17班的爆炸是自己造成的 于是许愿道 人家死去的人 全都重新活过来 没想到火葬场的尸体 都坐了起来 把开门的老大爷吓尿了 与此同时 墓地里的坟裂开 尸体都钻了出来 里面还有个远古巨人 他们在马路上游荡 突然大壮听到声音 从门风里望去 窝了个乖乖 在某外面都是丧尸 赶紧收回了刚才的愿望 丧尸瞬间不见了 然后又许愿道 让爆炸事故从未发生过 瞬间他就回到爆炸之前 随后来到教室上课 看见打闹的同学 他叹了口气说 让10C班变成模范班机 下一秒 学生们坐得整整齐齐 学渣秒变学霸 一个个如基斯可的学了起来 下课后看到校长正在训人 他有点害怕 许愿道 让校长改变态度 对我客气一点 说完就走了进去 当校长看到他 上来主动握手 对着大壮一顿夸赞 他觉得自己非常帅 对着玻璃许愿道 让我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怎么没反应呢 刚一扭头 就被几个人拖到车里 还被一群黑衣人刺杀 幸好防弹车质量不错 总统先生 这些是您要签署的文件 这个是以色列的资料 这个是阿富汗的 这个是叙利亚的 这个是特不靠谱的 小心 防弹玻璃都被打穿了 当总统真危险 我不干了 我要最聪明的大脑 他就成了爱因斯坦 让我有个好身材 随后就有了八块腹肌 让我能看见楼下的小美 楼板瞬间就消失了 吓得小美一声尖叫 让我不能看见她 她就变成白内障 吓了她一跳 赶紧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有了超能力 当然要炫耀下 可小黑根本不信 他走了几步说 告诉我们你的前世 骷髅就手无足道德 说了起来 滔滔不绝 简直就是个话牢 大壮嫌他话多 行了 你从超后跳下去 得嘞 他一个后空翻 撞碎玻璃跳了下去 正好被校长接住 小黑以为是魔术 问你能变一朵花吗 当然没问题 我还能让整个屋子铺满花 随后校长带着裤窿 上来兴师问罪 可看到大壮后 他出奇的客气 你可真倒气 旁边的小黑都看傻了 到了晚上 让住在楼下的小美爱上我 下一秒门铃就响了 上来就是一顿啃 衣服 衬到我身上来 衣服自己就走了过来 穿了上去 只要能动嘴 他绝不动手 吃个早餐 叉子主动把食物送到嘴里 书还会自动翻译 狗狗在旁边叫个不停 他不知道狗狗在叫什么 大壮满足了他的愿望 晚上小美来到大壮家 大壮给他 变出最美味的晚餐 并把他有魔法的事 说了出来 这时小美的追求者小帅 从窗户里进来了 把枪扔掉 他们两个打了起来 大壮手一甩 小帅就贴到了天花板上 去墙上玩会儿 随后头吵下 就塞进花盆里 还说只要你不追小美 这一百万就是你的 可高兴没两秒 钱就消失了 得知大壮真有超能力后 小帅拿起花盆 将大壮砸晕了 随后露出邪恶的笑容 他把大壮绑了起来 让他将纸上的内容读出来 英国男人长着猪耳朵和鸭子脚 大街上就出现这一幕 还穿着粉色制服 紧接着出现一座金衫 第666条之后 大壮就这样了 这时小美突然闯了进来 大壮趁此机会 取消了所有愿望 小美不想搭理大壮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大壮 害怕这一切都是魔法的作用 大壮非常伤心 她不想要超能力了 狗狗说可以把超能力给我啊 反正我只听你的话 大壮就把超能力给了狗狗 问狗狗的愿望是什么 我想用这份魔力把源头给毁灭 永远的 只见一道绿光闪过 光柱击中了未知星球的飞船 然后光柱又射向其他星球 原来所有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 他们想知道 如果地球人有了超能力 是不是会变得更美好 否则就把地球毁灭 结果他们被狗狗消灭了 大壮找到小美后 向他展示自己没了超能力 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如果你有心想失诚的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 女人咳嗽了下 竟然吐出三颗牙齿 更诡异的是 她的皮肤正在慢慢消失 手指也在快速风化 女人被吓坏了 急忙向厕所跑去 帅哥想要跟过来 却被她一巴掌拍飞 慌乱中 她用仅剩的两根手指 将厕所的门关上 然后照了下镜子 窝了个乖乖 此时她的五官也在慢慢消失 小美急忙打开包包 掏出里面的蓝色颗粒 拼命往嘴里塞 随后她的眼睛开始慢慢恢复 可身体却不受控制 仍然在快速消散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道光 几天前 小美喝了杯果汁 就被几个大汉带走 并在她肚子里放了一包药品 可小混混色胆包天 想占便宜 小美拼命抵抗 迎接她的是一顿暴揍 还朝肚子的伤口 还狠踢了几脚 就是这几下 小美肚子传来剧痛 原来她体内的包装破裂 无数蓝色颗粒瞬间涌入体内 顺着血管蔓延到全身 她的身体不停地抽搐 随后贴着墙壁 悬浮到空中 几个挣扎后 就来到天花板上 这可把她吓坏了 拼命拉着铁链 脚刚落地 又朝墙撞去 再次醒来后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 半天后 一个小弟走了进来 小美竟主动勾引她 可刚到近前 就一把抓住男人 将她干翻在地 随手拿起枪 逃出了密室 又射杀了所有小弟 发现肩膀受了伤 竟徒手挖出了子弹 随后扬长而去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竟能听到百米外的声音 来到医院后 屏幕上的中文 自动翻译成英文 到手术室后 看到墙上的CT 就一枪解决掉了病人 还说你们根本救不了她 然后穿上病号服 逼迫医生给她做手术 在没任何麻醉的情况下 医生颤颤巍巍 取出了肚子里的药包 不过只剩下一半 此时小美的大脑 被开发到20% 感官越发强大 甚至可以看清 植物内部的脉络 她知道这样下去 自己很快就会死掉 于是干掉几个小弟后 找到黑帮老大 她此时正在做黄瓜面膜 丝毫没意识到危险 正悄然逼近 小美掏出匕首 她到老大手上 可她什么都不肯说 只见小美按住她的脑袋 快速读取脑中记忆 得知了其他药物的去处 随后向机场赶去 千年一动 立马换了个发型 此时大脑开发到30% 处于72变的状态 她跟警方打去电话 说有人走私 可警察以为是恶作剧 下一秒小美说 拿起桌上的红色笔 写下我说的话 她眼睛一瞥 桌上真有红笔 让她瞬间汗毛直立 只能乖乖照做 随后电脑上就显示出 三名罪犯的信息 立马展开抓捕行动 而飞机上的小美 双手飞速跳跃 很快就掌握了 人类的所有知识 此刻大脑开发到40% 眼球可以随意改变颜色 下飞机后 警察以为她是恐怖分子 可小美随手一抬 大批警察瞬间倒地不起 警长彻底害怕了 随着小美一步步靠近 手枪里的子弹 竟一个个全部掉在地上 警长只能乖乖听命 此时所有无限信号 在她眼中 变成了粗细不一的细线 只见她小手轻轻一拨 放大100万倍后 抓出一条放入收音机中 立马传来黑老大的对话 他们已经出发 想要抢夺药品 小美瞬间急了 把警长移位到旁边 自己亲自驾车 一路狂飙 精准躲避所有障碍物 而此时黑老大已经得手 想离开这里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此时小美的大脑 开发到60% 男人刚想离开 被一道空气墙 瞬间弹回 她难以置信地 不断拍打 却无济于事 小美心念已动 所有手枪 瞬间被吸到天花板 小弟们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随着小美不断向前 小弟还想过来拼命 却都打到空气上 一个个都飞到了天花板上 小美轻松拿走了药箱 即使对方恨得咬牙切齿 也毫无办法 随后小美找来最牛的脑科教授 还有一批最顶尖的科学家 小美说自己将要飞升 想把获得的知识 讲解给科学家们 随后科学家像小学生一样 认真听讲 只见小美的手竟然一分为二 不断长长 变成各种不同形状 然后解释着宇宙的真谛 她说一加一等于二是错的 因为数字本身并不存在 只是人类为了方便理解 自创了简化的杜梁恒 就像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 在无限加速后 就会在眼前消失 而唯一证明它存在的 只有时间 时间才是唯一的杜梁恒 没有时间 一切都不会存在 虽然教授听不懂 但也频频点头 与此同时 黑老大带着小弟赶到这里 他们要夺回药物 行长说 他们马上要冲进来了 于是小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竟将所有药物 全部注射进身体里 要将大脑开发到百分之百 为人类留下最宝贵的科学财富 随着药物快速进入血液 她的眼睛变成蓝色 在药物全部注射完毕后 小美口中竟喷出无数激光 她的大脑已经开发到百分之七十 手臂也开始变异 手指变成黑色触手 随着触手不断延伸 很快爬上电脑 吸收着大量的知识 当小美开发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她竟凭空创造出一个空间 并用意念展示出最新一代的电脑 这使她的大脑开发到百分之九十 可以自由横跨时间和空间 眨眼间就顺移到爱菲尔铁塔旁 紧接着是海边悬崖 最后来到纽约时代广场 她小手一挥 时间被静止 左手一挥快进五十万年 右手一挥快退五十万载 人类的历史进程 在她眼里就是一场纪录片 只需几秒钟就从现代来到近代 接着是古代 最后来到远古时期 不仅看到了灭绝的恐龙 还看到世界上第一个人类 当他们之间相碰时 小美竟来到了外太空 还千眼目睹了地球的毁灭 这时她的大脑开发到百分之九十九 在这最后时刻 黑老大拿着手枪杀了进来 在药物的作用下 小美体内的细胞 正以光的速度快速融合 在老大开枪之际 小美的大脑终于开发到百分之百 随后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一条裤子 黑老大一脸梦圈 难以置信地对准科学家 问人跑哪儿去了 趁此机会警长赶到 直接将黑老大击毙 这时小美留下的电脑 伸出一只触手 手里还有个U盘 这是她留给世人 前所未有的先进文明 此时的警长问 小美去哪儿了 下一秒 她的手机就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 我无处不在 如果真有这样的药品 你的大脑想开发到百分之多少呢